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鳳文旁錄電台的觀眾朋友 歡迎來到鳳文旁 我們現在越說越精采 說到一霸不能 我們現在就落這個 你的結尾嘛 對 我們繼續 辛苦周老師 好 我們剛才有說到 剩餘的 美國有處理台灣朋友的剩餘的權利 對 有剩餘的權利 要來處理台灣和朋友這個租款的結尾 但是當然 處理這個結尾的時候 必須要尊重聯合國的關鍵嘛 也要人民自覺 對 因為台灣不是沒有人住的地方嘛 你若像釣魚來什麼沒有人住的地方就比較好處分了嘛 你若要主張 美國對釣魚台要主張權利 你就跟日本說說就好嘛 對 是不是 但是你要處理 你對台灣和朋友有剩餘的權 這對我們台灣人來說是 怎麼好處理 怎麼好處理 這就要看你怎麼處理 你 你 對台灣有剩餘主權 你若是根據聯合國宣章 就是讓台灣人民有那個主管公道的管理 這樣就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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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這樣 所以說 建築運動當然是主張說 美國政府就是 然後再採取到過去杜勒斯這個共犯 是 然後 就是讓我們台灣人民有一個主管的管理 建築運動就是說 不然我們就乾脆就來挖美國 對不對 尖息 鐵齒 鐵齒之際 鐵齒之際 我們要來挖美國 就是第一階段 我們就先做美國的領地 做美國的職地 所以 鐵齒說 台灣要來做美國的職地 領地 這當然有很多苦惡 對 有的人不知道說 喔 你要出賣台灣和美國 不是 這到底不是 有很多人會說這個話 這個 台灣做為美國的領地 這都要不最終的儲分嘛 嗯 都要不最終的儲分 因為 做為美國的領地 後來到底是要做為美國的一支 還是要做為一個動力的國家 那時候還可以選定了 所以說我是認為 我們台灣人 我們台灣人 嗯 如果要來改革台灣的戰鬥 我想可能拿出這個主張 那些 來 讓美國來接受這個主張 可能是一個最好的辦法 我們現在還來倒回來說這個 剛才我們有說到 就是說 古金山佛約雖然沒有對台灣和佩奧的資金 有進行完全的出分嘛 嗯 但是 古金山佛約 這些簽署國 這些簽字國 多少都是 都是說 台灣的戰鬥 未來就是要讓 台灣人民來主管 是不是這樣 是 後來 就是要根據聯合國憲章的原則 我們現在 抗水白威 沒有爭執 我們現在來說 英國跟美國跟 其他國家 我們就用埃及來做這個 來做這個 這個禮 這三個國家的發言 都差不多 都差不多 剛才我有說 英國 美國 因為美國是那個開羅宣言的 對不對 那當事物嘛 對不對 所以說我提出說 要來說英國 美國 這是有道理的 就是這樣嘛 但是 英國 美國 跟埃及 埃及 埃及的代表團 發言 內容是幾乎相近 內容是幾乎相近的 幾乎完全相同 我現在用埃及 這個來做例 因為埃及這個發言 是最改 最改定 簡短 所以我們來用埃及這個代表團 來做例 可能是很適當的 可能是很適當的 我們現在就來找出這個埃及代表團 埃及代表團的這個發言 埃及代表團的發言 他主要 這個 這個 我現在先來找一下 因為 我們今天如果在說這個 是我們不能亂說話 對 我們當然是一定要找出這個原文出來 好 好 好 有關埃及這部份 我這樣就找 埃及的發言 我現在改變英文 改變英文 大家就在錄清楚 他說 好 跟這個文字 我們再錄 這段他的意思是在說 他在說 我埃及的代表團的埃及政府 我們的埃及政府 相信 相信說 今天 我們古今三月 這些參與的國家 這些參與的國家 所以 無從台灣和佩奧來處分 就出錢的 未定 出錢整個未定 法律的未定 這就是不處分 他都要引義的 Omission Omission就是 避免作為 那一個不作為 散避 還是怎樣 就是不要處分 就是暫時割刺 割刺 不要處分 這是Omission 這個原因 原因 它的理由 是要來提供 機會 提供什麼機會 提供未來 要來根據聯合國憲章 要來處理這個問題 要來處理台灣的 諸款規章 的問題 再來 他這句話 Ecard 又說 Taking into consideration the principle of self-determination the principle of self-determination and the express desire of the inhabitants of these territories 好 這段的意思是什麼 他說 未來在根據 未來要根據聯合國憲章的原則 要來 改割台灣的 諸款規章的問題 是 就要拒絕到什麼 就要拒絕到什麼 要拒絕到這個 主角的問題 這有清楚了 很清楚 這有清楚了 要拒絕到 人民自決的原則 是不是 再來 這段 再來這句 就有比較最嚴 不過他就更清楚了 他說 依據 要拒絕到 這個領土 就是台灣跟朋友 這個領土的 居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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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是住民 會 經過 很明顯表示的意願 明顯表示的意願 就是透過公道法 透過這個 選舉 當然是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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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選舉是 平常是這樣 是多議題 這是比較不準 但是你如果是公投 這很準 公投就是 在說台灣的 租金 台灣法律地位 小以上的 對不對 這就是單一議題 對啊 單一議題 這是公平和標準 對 所以說 選舉裡面當然是有很多議題 有的 有的 我就是 愛這個候選人 我之所以愛那個候選人 就是因為 身體比較漂亮 對不對 有的 有的 我之所以 到這個候選人 就是因為 對手 是我很可惡的人 對不對 所以說 那都沒有標準 對 選舉標準就是 就是 人民自覺來的 人民 就是公投嘛 公投 那就是單一議題 所以說 埃及代表團 他的法言 這就已經很清楚了 對 既然很清楚 我們就不用說 英國和美國 雖然英國和美國 是這個重要的國家 開羅宣言 是當事國 但是因為法言 就接近 就是這樣 如果內容就是這樣 OK 好來 現在這樣 我們現在 已經說到 台灣監督的這個 改改了嘛 嗯 我們就已經說到 這個 舊金山合約 它所隱含的 系統裡面的 其中的項目 對 它雖然 它條文不規定嘛 但是 這些國家 根據他們的發言 欸 就三行 一種 欸 對這個 對這個 有問題的議題 那些是 不出問題 歌詞的議題 歌詞的議題 它就有一個 提起見解 解決的 道路 方向 原則的出來啊 嗯 對 所以說我們今天 我們今天 我們今天 講到這裡 我們現在又繼續 來講就是說 台灣監督的改冠 依 建築 也要看我們 嗯 我們現在這樣 來講 對 我們台灣人 就要來向美國和國際社會 進行訴求 嗯 要訴求 就是說 拜託 去 願 我們台灣人 來依 舊金山合約 裡面所隱含的 方向道路原則 嗯 來處理台灣的 法律地位 和它的主權 整個問題 嗯 他們過去 究竟那合約 在當事國 都這樣說了嗎 對啊 雖然不是百分之百的 所有的國家都這樣說 但是全台都這樣說 都這樣說 啊因為他們 就有簽署 留守的人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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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重要的人說就有算了 對 當他的那個人說好 啊百的人 有塊的事 就隨時就提出來 請問這一個國家 還是東徹書 還是世界 絕大大最大國家 是 都這樣說 他既就有 到底的拘束力嘛 對 雖然是不法倫的拘束力 但是既就有 到底的拘束力啊 對 對不對 當然問題就是 要根據 聯合國的憲章 裡面 人民自決 原則 來處理嘛 OK 这是第一 第二 我们台湾人就要紧紧把握 刚才我们说中国开始挑战 中国新邪恶政权 新邪恶帝国开始挑战 挑战谁 自由民主人权 自由国际秩序 就是美国所建立的秩序 对不对 他开始邪恶帝国在反击 在反扑 是不是这样 在这个情形中 这就是美中在争霸 对 以前是美术争霸 对不对 以前是美术争霸 现在是美中争霸 我们现在台湾人就要紧紧把握 美中争霸 美国重返台湾 重返亚洲 所提供的战略机遇期 这是什么意思 所谓战略机遇期 这是什么意思 用来 我们现在记一个例 是中国在内战失败后 走路 走路后中国又要追杀 对不对 以前就是要跳太平洋 对啊 但是 哪里知道发生寒战 寒战发生后 中国美国的亚洲政策 整个都改变 一系之间改变了 他就隆络 掌握住 现在一个 健康的自由民主 所以让你看看 寒战节爆发后 美国对中国政策 对台政策 整个都改变 对 所以就有 有没有 6月27号 1950年6月27号 就赌鲁门就有声明了 台湾法律第二位定 有没有 对 台湾前途一要再解决 嗯 过来台海中立化嘛 嗯 台海中立化就是派出美国地区舰队 就保护台湾了 嗯 所以说 在旧街市 那里困难的状况之下 已经就 走路 又走路 就已经 去太平洋了 让人看得到 就去太平洋了 嗯 就已经就是 美国又派冠冠 去接过来台湾 嘿 哦 他就是 所以说 他就是 战争的 那种 机遇 对 所以说 这就是 这就是 因为美苏争霸嘛 对不对 美国这个自由集团 自由世界集团 跟 以苏联为首的 共产集团 的 争霸 争霸的是 美国需要 台湾这个战略要地嘛 所以说 连带就要保护 台湾人民的 和政府解释这个政策嘛 对 这就叫做战略机遇嘛 嗯 这个战略机遇期 美国又让我们 又让这个 政府解释 政府解释 跟我们台湾人 也能把握嘛 嗯 不知道我们台湾人 有什么土地 要生存和发展 对不对 这就叫做战略机遇 这就叫做战略机遇 今天就同样咧 嗯 在中国截止了 夭壽 我们台湾人的 处境有够艰难啦 但是有的人 脸脸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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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今天处境这一年艰难 有一些台湾人 甚至准备要放棄了 嗯 对不对 夭壽了 中国这样 穿得来不掉 我们台湾人是这么熟悉 不够快来玩 看我们要导航 没有权益中 什么 对不对 对 对不对 这就是什么 这就是没看出美国的什么 没看出美国跟中国在争霸 给我们台湾人的战略机遇 对不对 有的人在想 美国不如在鼓励我们台湾 去导航中国 对不对 其实不是这样 那都是误解 对 其实是一种误解 嗯 美国那是一些外交语言嘛 但是有的人都听不懂 美国就看不惯 是说这个老公的严重的寝宗 他就怀热了 他怎么可能要让台湾去中国 去莫作会 对啊 那是没可能的事情嘛 对啊 要送给人 他就是叫你台湾人不要压疏 嗯 不要把美国压麻烦 用担盘的风险 哦 你会跟中国和平相处 这样 这样 我在台湾这里我就不会有什么负担 就不会有战争发生 对啊 因为你如果有战争我就美国就要来嘛 对啊 是不是这样 所以美国的尽量就是叫你不要压的事 但是他不是叫你去投行 但是今天有人做一些错误的解读 有什么错误的 这是另外一回事 以后我们怎么报告 这意思就是说 今天我们台湾人 就是要来看出 现在是美中在争霸嘛 就像以前 现在学校当中的美苏争霸 今天我们台湾人又幸运 本来是说要跳太平洋了 现在是美中争霸 对不对 中国已经展现 要跟美国争霸的企图了嘛 对不对 刚才那个中国时报的 那个小轮 就已经都很想事出来 我减我 我减你已经很厉害了 开始挑战美国的秩序 要跟美国争霸 在这个时期 就是我们台湾人 新增和发展游户最好的时期 对不对 危机就是转机 以前是宋美龄一天到复典 所以说现在武汉战发生 这当然开玩笑啦 然后他的中国的命运就都改冠嘛 对 今天我们台湾人 我们台湾人在中国 在中国绝集了 我们台湾人的记忆你没抓到 对 本来是说要跳太平洋啊 要投向中国了 哪里知道说 有个证明这个律师 是否要带我们去 对不对 对不对 所以我们台湾人 他又得到这个战略记忆 现在就是美中争霸 在美中争霸的时候 我们要偶尖解释 美国的腿 我们要偶尖解释 对不对 我们说 偶尖解释 这是一种 左手的公法 一种的公法 那些 以前 邱义伦说 如果偶尖美国的腿 是要偶尖解释 什么人的腿 对 什么人的腿 要给你摸 对 说话比较就是这样 因为我们台湾人 实际上没有去摸美国的腿 实际上没有成全了 对 如果美国又没有我们摸 对不对 如果美国摸掉了 当然天就注定我们要摸掉 没办法 这个阿太太就变共产国家 共产一团 恶势力 恶势力崛起 恶龙 恶龙翻腾 对 当然 我们这些小白兔 对不对 要摸下去 对 这个政治丛林里面 大家就惊慌 就乱跳 有的就跳 跳跳 跳无主意 跳到太平洋 不是跳在海 就跳在火 所以说这是 很厉害的事情 虽然我们说一些敲打 非常厉害 今天就是说 美中争霸 这个提供的 我们台湾人 一个战略机 议题 其实我们台湾人 绝处逢生 就以前 很像这样 绝处逢生 今天也在这机会 绝处逢生 所以说我们要怎么 我们要跟美国 以及美国的 蒙博的 亲台势力 要紧紧结合 并肩作战 要来击败 中国争霸的企图 我们要帮助 美国赢得霸权 美国赢得霸权 我们不知道 如何继续生存发展 对啊 是不是这样 因为我们跟 他紧紧结合 我们紧密并肩作战 我们有公务 我们有公贤 以后美国 如果胜出的时候 就会像 美国对 对什么 对苏联的霸 争霸 的胜出 很多国家 苏联的周边 那些小国 原来家门国 都都独立了 对啊 对不对 他们就都叫到机会了 今天那样 你中国周边这些国家 包括台湾 都叫中国求 叫七亚 你当然是 一定要照美国 重返亚洲的时候 要跟美国重复合作 是不是 美国如果胜出 大家照生存到 喘息的机会 对啊 照存活的机会 是不是这样 是 特别是台湾人 去到中国 这样去 对不对 对 所以我们没有什么其他的选择 一定要跟美国紧紧结合 那这样 我们未来 我们要战胜 我们照样都反省嘛 对 对不对 我们不要忘记了 我们第二次世界大战 我们是跟日本 本土那些人 同样 我们都见白了 我们叫做 见白国的国民 今天我们要反省 就是要靠这个嘛 对不对 要有战功 对 所以说 美国呢 在这个霸权争夺战 跟中国的霸权争夺战 算出了 我们照样都寻求 朝向台湾人 有利的方向 发展的 这个台湾前途解决方案 对 这是第二 第三 第三 第三就是说 我们今天是在打一天 白年的战争 中国要跟美国争霸 他们有一个战略家 叫做刘福明 刘明福 有什么一本社 叫做中国梦 那本中国梦 他就说 中国未来 要跟美国进行一场 百年的霸权争夺战 对 对 他们既然 要用百年 来霸权争夺 我们当人就同样 要很有耐心 气息很长 不要说今天有些挫折 你就要宣伐一中 一些看起来不是小 就快要来几次 就要去 如果不去 不去跟中国做好关系 医药就无法治愿 算机算不贏 也变着 医药如果在执政 就变着传说 没在要求 对不对 记得你来看这个 这个 这个 这个标准 这就是台湾人的气息不长 对不对 几次挫折而已 我们说不通 短视 想到第一次 所以我们在打一场百年战争的时候 我们台湾人要有很坚强的意志 第一 第二 我们的英国才 要有很好的战略 我们今天在说的都是战略 我们今天在说的都是战略 要有很好的战略 马上就倒下了 自己就倒下了 是不是 OK 再来 再来 再来就是我们刚才有在说的就是我们要向美国和国际社会进行诉求 诉求就是说未来要依联合国宪章 就是旧金山合约里面所说的嘛 那会议记录 那个代表团 国家的代表团 所说的 那个会议记录里面所隐含的 让我们台湾人的这个前途解决的方向和原则 那些都出来 就是要根据这里来解决台湾前途嘛 但是那个关键都是在美国嘛 对 是不是呢 今天我们没法练过联合国 因为联合国是去那些邀魔鬼怪控制的 去那些中国控制的嘛 我们没法练过联合国 所以今天只有练过线 就是用旧金山合约那个既冬的一条就是 美国是主要的占领国 主要战胜国 我们就练过美国来处理 对不对 练过美国来处理 练过美国处理 你一定要让美国足够的动机啊 不然你就会去联合嘛 你就维持现状就好了 你就不要压力就好了 美国一路走来 六十几年来都叫人维持现状 对嘛 但是什么叫做现状 他也没给你解释 不要挑起战争 他也没给你解释什么叫做现状 对啊 不要改变 美国也说 不要改变现状 你不要改变 那些片面 那些担当改变台海现状 但是你如果问美国 问说什么叫做台海现状 美国应该不给你答案 对啊 他不说啊 现状是他在解释的 对不对 但是这当然这是 美国他要维持这个 他所建立的世界秩序 他要维持这个 这个他所建立的这个 这个大美和平 对不对 这最终都是要靠美国的武力 跟他的意志嘛 对 如果他的意志不够坚强 他的实力 他的武力 相对的 他现在他会在二十年里 他只要是二十年里 他就接释了他 你看他都很近的 他在社会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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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樣的標示 所以說美國 他跟他的航空武漢 還在這裡 念米家是本年信 這就是已經說 你這說的說 他那個月月月月月月月十年 其實晚上已經在那裡進行 已經不只那麼久了 當然當然 這是這樣 我剛才說到這個地方 我的意思就是 我們今天要來給美國 要來願望美國給我們台灣人 來公投 來自決 來公投 對不對 但是 你如果沒有給美國 足夠的利益 跟動機 跟誘因的時候 我們要讓人有信心 我跟你講 我看這幾十年來 美國就是對我們台灣人 沒有信心 他不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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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不對 對 所以我們愛懷有足夠的動機 誘因 給他信心 對不對 對 他才有可能 時機成熟 各種條件都成熟 他就讓我們共投 是不是這樣 對 他說我們台灣人 特別是這裡的領土 這裡的朝向 這個方面 去設計 去努力 建築運動 的設計 跟努力 就是說 沒有這樣 沒有台灣就加在美國 因為 這樣可能 就有辦法讓美國 足夠的誘因和動機 但是這樣還不夠 建築運動 還有一種 國際政治的考慮 就是說 因為 等到有一天 台灣人 以多數的 多數的 那種 民意 還要加在美國的時候 建築運動 還有一個主題 就是說 我們要讓美國 有一個 很大的 彈性和空間 讓他決定 當時 他要來 讓我們共同 獨立 要讓我們共同 獨立 因為 我們不可以說 美國 拜託你現在讓我們共同 不可以這樣 沒有 現在問題還要來 說 我們來 那時候 如果美國 所傳的 把你接的不走 所以變他 你到時候 要怎樣 我聽人家說 我是這樣 美國 他是一個 民主的國家 對 是 用 雙心門 簽字 說一句 不好意思 我現在為止 大家在說 建築運動 你怎麼沒辦法騙 我要跟國裔 很坦白這樣說 建築運動 將來沒辦法用棄權的方針 建築運動 如果要棄權 我們會說 美國政府 對我 就這樣 一樣 美國政府 就指定 美國政府 是指定 建築牌 他要接種 美國政府 到現在 他們都避免 對 說成人建築運動 對 未來 你們就是 要接種 政權 要交給你們 你們 你們就認真做 到當時 譬如說 到2020年 要交給你們 公道 我們可以這樣騙 但是 我們不行 對 建築運動 我覺得我們現在 要騙可以 但是建築運動 不需要這樣 不需要這樣做 因為這樣做 對我們台灣人 很可能 對台灣監督 沒有幫助 還有一世人 讓人騙到最後 最後的一點 心願 這樣是要做什麼 這樣是要騙錢而已 對 對不對 這樣是要騙錢 但是建築運動 是作為一個 政府的 政治運動 他不可以這樣做 他不可以這樣做 我們知道說 台灣人多數 都會同意 會同意 會同意台灣人 來加進美國 但是 但是 這個 硬硬的叫 我們不可以 把它創造成熟 對 建築說 我們要用正道來推動 對 不可以這樣騙 不可以這樣騙 這第一 第二 你會有提起 美國來 他不跑 美國不會做這種事情 到現在的危機 美國連說 我要指定台灣的租金 他都沒有說 對 其實他可以指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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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 他連這句話都沒有說 對不對 這 裡面當然有很多原因 其中一個就是 台灣人都要沒有 形成集體的意志 對 就是我們台灣人沒有表現出來的團結的意志 對嗎 讓美國人相信 讓世界各國的人相信我們台灣 他現在的意志 他也沒有發言 他沒有說我要指定台灣的租金 沒有 對 我們不可以騙 我們不可以騙我們的鄉親 騙我們的台語人 這樣 來騙政治獻金 來騙一些錢 來拿在我們的庫帝 不可以這樣 對 但建築運動 對 但是你剛才說 美國來 他不可以走 嗯 我要說一句話 美國不會做這些事情 嗯 美國怎麼會做這些事情 他是一個民主的 體制民主的國家 嗯 當時 我們第一次 做美國的領地 做美國的職地 我們還有第二次 對不對 那時候我們再來決定 要獨立 還是要獨立 對 你知道我們如果 國民投票說要獨立 共會他就沒有主 你如果說要獨立 我就把你開槍 給你打 我什麼 就把你獨立 就把你獨立 他不會做這些事情 他不會做這些事情 對啦 共會也會做這些事情 對啦 就是這樣嘛 共會也就是說 我要和你和平同意 但是 你如果 你不跟我同意 你不讓我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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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如果不讓我同意 我就要用獨立 我就要用獨立 對 這是共度 對 討厭 討厭 這就是這樣 對 現在我們時間到來 做一個總結 是啦 之後我再做 最好的總結 好 好 現在也沒說 講到這裡 現在差不多我們都知道 這個周老師 他在講的就是 建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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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運動 這個 路 就是一腳步一腳運 漸漸在進行進行 這樣 當然啦 我要跟你請教 現在萬千結束 要跟你請教 就是說 我們有辦法去論述 會 這些人 不論是在國際上去 去水河 就是說去跟他們溝通 說我們有這個 遊說 遊說 或是說我們在台灣 要在鄉頂市裡面 都要讓人知道 說我們有這個 還要透過禪 說我們這個 風雲網路 在台中的 海運之聲 或是說白天 公佈電台 什麼節目 其實這樣說 都片段片段片段 你沒辦法 整圖的論述 給我們的鄉親 知道 給國際上的友人 你剛才說 要找那個 親台的勢力 對 美國跟農國的親台勢力 對 那些人 這個工廳這麼大 你要怎麼做 有的鄉親 說 我可能 某個部分 我有力量 去盜山 對 這要怎麼來連結 對 我相信 當然 每一個經濟運動 都要有相當的組織 對 這組織 最厲害的就是 能幹的人材 都站在很適合的位置 讓他們有辦法去發揮 對不對 我相信這是組織的力量 沒錯 對 組織最多 因為他想要發揮的就是 事才事用 對 要事才事用 所以說 在這個經營之下 當然我們要不斷 透過各種方式 來發現 實動和能幹的人才 然後我們才 將他們 拿到適當的位置 這是 我相信這是第一 第二 如果我們有實動的人材 透過一些組織 透過一些國中的網絡 就有可能 像你剛才說的 我們有部分人材 會去做國際遊說工作 有的人比較適合 在台灣的地方 做超級的活動 去建立地方超級的組織 對不對 這樣 當然這是 一段 辛苦 到 等我們 這段路 還很感激 還要 繼續走 有的人就有 那種材料 有的人就在 國際上 背來背去 到 世界各國的政要 大家都 很多人 也有這種人 也有 在台灣的基層 街頭行為廟口 這樣 很多人都這樣 很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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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所以 這段 我在這裡 進一步 還要跟 我們 力贏的 這些 兄弟 之外 大家 來做一個呼籲 對 我們大家 如果有認同 有贊成 台灣經濟運動 他所提出的 第一階段 加進美國的 第一階段 這個目標 就是台灣 要生生做美國的領地 生做美國的領地 並不像 台灣 獨立 建國 這個目標 和 切斷 都沒有 保存掉 保存掉 因為你 台灣 你生做美國的領地 之後 還有第二階段 的公道 那時候 最後的決定 大家才來決定 到底是 台灣做的 獨立國家 其實是 要來做一個 美國的領地 這就很清楚 今天 他的報道理局 對不對 對不對 不過他每一邊 他在講到的時候 他都有 到底是要維持現狀 還是要獨立 還是要做美國的領地 當然 他的維持現狀 就是要維持做美國領地的現狀 那是不一樣的 所以說 大家如果認為說 台灣建築運動 提出的 台灣 先做美國領地的領地 這個領地的領地 這個領地的領地的領地 特別是 獨立建國的領地 這個領地的領地 大家可以考慮說 咦 我們可以有一個 合作的平台 對 大家可以拿一些資源出來 來益住在這個 這個 第一個目標 這個 第一個目標 建立 完成的時候 大家不用擔憂 不用擔憂 這個 明明說 中國會來 親台 會來如何 對不對 我們也不用再擔憂 我們也不用再擔憂 這些 我們也不用擔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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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部這些領地 對不對 這些領地 在打破地 有可能 像台灣出來 出賣給中國 對不對 我們也不用擔憂這個 因為美國國領而已 是不是 所以說 我 我常常說 像玉琪兄 他常常說 不安全 就不發電 安全是一個很基本的要求 你不安全 我們外國不敢來投資 對 我們這裡的人 也不敢太過擴資 就大家都膝蓋滑油 都想要選 今天很 很歡樂 就像 連 連民進黨 我們本來 台灣人 要擔憂的民進黨 現在就在搞憲法一種 就去北京去 對不對 對 現在我們 這標示 這標示 台北的運動 不盡 反退 對 到了一個 一個 某一個階段 就沒有了 消失於無形 這不盡反退 這是非常嚴重的 還有一個問題 就是說 因為很多人都打到台北的民意 騙錢 無所不值 什麼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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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路 我覺得我們人民想要建國的心 感情 感情 金錢 水管 都消化 它無心 它消磨 現在你說 你說這條路要走 還要好好說 大家 掌掌 說 又一個騙子又來了 當然這是建築運動 才能夠改善的人 當然要對我 要讓人有信心 對我要有信心 第二就是 就是說 我們所有鄉親 跟這間球派在互動的時候 就能觀察 觀察 這個人就不是政治神棍 也不是金光黨 也不是政治騙子 國際大騙局 不會變變一些那些謊言 對不對 不會變一些 你們現在 你們現在也不說 晚上要做什麼 不可以 什麼國務大事 什麼事 現在不可以做這些事情 這是笑話 神話 這是笑話 這是笑話 政治神話 這是在中那些人 拿政治獻金的手法 這種做法都是 真 這實在是我們台灣人的 不值得 那個恥辱 這不值得學習的一種方法 我們要用比較正當的方法 不要這樣學白目 對對對 我想最重要的是 我們這裡人家都在做 不可以做一些 去給台灣人民希望的事情 不可以消磨他們 對台灣人 對台灣的愛心 不可以消費他們 對台灣的愛心 不可以這樣做 因為我已經給人消費待盡了 以後 回頭已經是老歐巴送一個 對 這樣我們就 沒辦法打贏這一場百年戰爭 對 因為大家意志也消沉 對 大家想說 你這裡還有一個騙子 你這裡還有一個騙子 我們這裡都會讓人消費 中國那邊是堅持抵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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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些機遇抵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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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我們也很希望周老師可以聽來講 還有今天我們來講中醫台最新的消息 好 今天你就 我在這個節目結束以前 我要向各位承諾一件事 就是說因為中醫台這個事情 包括南海的問題 這都是已經變成很重要的問題 對 在我們今天講這個後來 就是說在過去我們這些鄉親 有聽到台灣建築運動所說的 這個台灣法律地位的規定 以及台灣的主權 是在美國政府的政治監護之中 過去已經有聽到這個理論了 對 那是有論述了對不對 所以說我們進一步 在後一步 我今天再來想這個時候 我就會跟丁美 做會來探討 中醫台的爭議 跟南海一些多數的爭議 這些議題 這非常重要 對 好 感謝各位 辛苦給我們收看 在這裡也想要感謝就是周老師 千里迢迢 來自分林的地方 去到台北 天佑台灣 天佑周老師 你身體健康 你就要更保養 好 感謝各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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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謝各位